臺中農民總醫院 陳世安院長 首先 我要恭喜所有得獎的公務員同仁 今天在座的同仁都是長期奉獻專業 協助政府落實各項政策 我要感謝各位的努力 讓整個國家及社會可以不斷往前邁進 像是今天我們的支持代表 臺中農民總醫院陳世安院長 建立獨步全球的新防戰鬥電燒術 照顧無數病患 是發揮專業 守護國人健康最佳的典範 臺中農總在疫情期間肩負起防疫的重任 今天得獎的名單中 也有許多位對落死防疫有重大貢獻的同仁 例如衛福部機關局的中志浩署長 在疫情初期 啟動緊急應變 成功地防堵第一波疫情 並且持續參與監測 後來也排除萬難 積極採購疫苗 感謝州署長以及所有防疫同仁的努力 才讓臺灣能夠度過疫情的挑戰 我們是不是給所有防疫的同仁一個掌聲 好嗎 我們也有很多的同仁 積極地提升公共建設品質 讓民眾生活更有保障 像是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管理處徐俊雄處長 督辦桃園市新竹的北水南調管線工程 並且限制緊急供水設施 有效降低旱災影響 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犯家證檢察官 積極偵辦重大樹灘案件 以及巴爾巴尼亞跨境電信詐騙 表現非常優異 我要感謝相關同仁積極打擊犯罪 犯罪 維護社會秩序 請各位繼續落實司法正義 守護全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在推動產業發展方面 經濟部能源局的林文信組長 創設超過一萬五千公頃的 余電共生專區 不但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 同時也落實能源轉型 感謝相關同仁打造友善的產業環境 持續創造更多的經濟動能 此外 我們還有許多同仁在不同領域奉獻專業 帶動國家的發展 我要感謝各位不斷精進政府各鄉施政作為 讓整個國家能夠持續進步 今年 面對全球經濟局勢的挑戰 中央執政團隊已經提出的第一波經濟民生因應的措施 也正在推動議後特別條例的立法工作 希望透過特別預算來完成四項重要的目標 也就是減輕人民的負擔 穩定民生物價 調整產業體制以及維持經濟動能 未來 這些政策的落實 也要繼續借重所有我們公務同仁的專業和經驗 才能夠有效地完成目標 最後 我要再一次恭喜各位 新的一年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